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小军还有我们蓝议员 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我们要一开始就来切入主题 大家最近都非常的关心 就是我们的两岸战争 美国打台湾牌来抗衡中国 台湾这届是联美抗中 那既然这样我们两岸的政治势力 军事势力已经被打破后 这个大陆直接就可以打破 拿掉这个海峡中线 对台湾进行军事压迫 两岸到底会不会开战 我们先请蓝一座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好 这个两岸的局势 但是现在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可以用兵凶站尾来形容 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谨慎 千万不要犯了严重的大错 造成两岸战争 那我们从几个现象可以感觉出来 两岸真的非常的危险 第一个我们的总统在接受 这个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 总统本人就说了 这个两岸任何时候都无法排除战争的可能 那么我们的外交部长 接受法兰西电视台访问的时候 也说继香港之后 台湾可能成为中国大陆的下一个目标 我们的总统国防部长 外交部长都这样讲的 我们能不担心吗 其次最近因为两岸演习 非常的频繁 共军也飞越海峡中线 所以你看看我们现在国防部 决定要成立防卫动员署 未来教招将改为一年一训 一次要14天 教招的年限也从8年延长到17年 我想这个对未来年轻人的职场规划 会有很大的影响 相对的也是我们已经做好 后备动员的一个准备了 其次我们的澎湖又将部署 这个鱼砂飞弹的中队 鱼砂飞弹是射程可以到200公里 如果部署在澎湖的话 也就是说它可以直接打到 大陆东南沿海 你说中国大陆紧不紧张 那再来最近两岸的外交官 也在斐济发生了冲突 最重要的是大陆的正在进行 国防法的修正 他们增略了发展利益 遭受威胁的时候 就可以作为动员开战的 一个准备的法源依据 再来我们美中台三个国家 现在都在做军事演习 规模也越来越大 所以说台海的局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我们不但要做好准备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总统不要犯错 至于两岸会不会开战 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中国一定会对我们开战 第一个就是民进党的政府 如果敢宣布台独的话 我想这个毋庸置疑 这个两岸一定会开战 这个部分我比较不放心 因为我们的外交部长 也很清楚的释出善意了 他说台湾目前不会跟美国 建立全面的外交 我们的前国安会秘书长邱毅仁 也在参加美国的一场访问的过程中 做谈会当中也很清楚的说 在台湾主当台独的是笨蛋 最重要蔡总统在这次的国庆演说当中 也公开的表态说 两岸现阶段当务之急 就是要共同来讨论和平相处之道 共存之方 我想我们已经输出善意了 也就是说民进党政府 不会寻求独立 我们希望中共能够听到 其次我比较担心的就是 中美的贸易扩大 我们很清楚美国现在就是 联合台湾要来打击中国 蔡总统大概也顺势而为 来联美抗中 已经是发展中的一个现况 我们从香港的反中中事件 就可以看得出来 香港反中中 台湾是支援他们的资金 甚至要提供他们政治庇护的一个单位 我想背后都是美国的因素 再来美方也提高了访台的官员的层次 8月份派了卫生部长来 9月份又派了赤青来 我想这个都是美台合作 美台关系提升的一个指标 当美台关系大幅提升的时候 这个也会刺激到中国 因为这会让中国在国际的立场上 站不住脚 因为会让台湾扩大国际的空间 以上是我认为 未来会不会发生战争的因素 我目前看起来是不会 一切都等9月3号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看美国新总统对中国的态度 是继续强硬呢 还是说可以放慢脚步 从和解谈判的过程中 重新来处理中美的冲突 以上是我对目前局势的一个看法 两岸会不会开战 对大家来说真的是人心惶惶 当然就是不要开战 我们这里有非常多的家庭 然后频频都一直出事 这是历年来所出事的一些事件 那由这里可以分析出 演习都已经出事了 那打仗还得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现在所有的 所有我们台海之间的关系 在于领导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英的副手是赖清德 她比较主张就是台独 那在这里我要 因为现在台海的局势非常的诡异 而且紧张 那我在这里可能就是要呼吁 我们这个这样子的变局 我希望能够提出我本人的建议 就是说现在就是说 希望我们可以请民进党 他们可以要正告共军 他们过度的操演及勤劳 只会让我们的民心 把民心越推越远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不要把两岸的关系弄得非常的僵 然后变成甚至要爆发战争 那我希望就是说 国防部应该要紧密的来备战 然后以免插枪走火 那就是说 希望我们的领导人 他的态度非常重要 不要一直去刺激到他们 因为相较于1996年跟1999年 这个两次的台海的军事危机 台湾的舆论普遍对共军的演习都无感 甚至人感 所以说民进党他通常都是 比较会政治的算计 所以说把这个对岸形容成 好像非常的冷血 那又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政权 那我们 他们对方就会很生气 他们就好像变成一个 好像崩溃的一个子老虎一样 所以说我希望就是 我们现在台湾的领导人 不要轻忽这个现象 那我是希望就是说 两岸能够迅速恢复平等 对等的一个对谈 让我们台湾人民可以免于恐慌 恢复平等对谈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也对两岸的和平相处 就是更为平缓 大家就会更稳定了 那说到这个如果一旦开战的话 不是要懒一做 你觉得呢 基隆港会不会首波 因为基隆港这里是有个军港在这里 会不会首波就是先攻击呢 任何国家一旦发生战争 一定会先去攻击机场 港口还有军事设施 那基隆港它是军港 也是国际港 当然会成为共军 所要攻击的一个目标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其实中共已经对基隆 发了两次飞弹了 第一次是在1995年的时候 那时候为了抗议理总统 访美到康乃尔演讲 他们就第一次发射飞弹 那时候飞弹距离我们基隆港 56公里的地方 大概就是在澎嘉宇的海域 那56公里是什么概念 就是大概基隆到台中而已 很近了 那么到了96年第二次台海回击 那个时候就发射了两颗飞弹 大家应该记忆有什么 一颗就落在基隆的外 虽然是亚弹 所以中共已经朝基隆 发射两次飞弹了 那你说这个基隆会不会被攻击 当然会被攻击 那我记得我在六月份 总执行的时候 就问林宥昌这个问题 建议市长要跟蔡总统沟通 两岸的政策一定要 我希望说两岸的政策 还是往和平的方向去发展比较好 目前看起来 蔡总统是要联美康宗 这个对台湾未来的发展 我们真的是不知事务是祸 所以我希望两岸不要战争 如果有战争 基隆一定是会 所迫被攻击的一个目标 我记得好像才今年吧 就是有传出大陆那边 就是以基隆市政府为标靶 对 这部分那时候也有提出来 这个时间点非常刚好 就是我六月份执行林宥昌市长 结果不到两天 网路上就流传出一张解放军 军事基地的照片流出 那我们忽然看见这个 中共的演习的场景 竟然有基隆市政府的建筑 所以你看看基隆会不会被打 以上三点就证明 我们基隆港真的很危险 所以我希望蔡总统还是要 好好地处理两岸的关系 不要让战争来发生 不然我们基隆市民 会第一个倒霉 所以就是要化解两岸对立 诉求平等对话 这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刚才说到我们的基隆港 就要想到我们最近发展的观光了 邮轮产业要怎么样来发展 如何留住旅客创造就业机会呢 我们要先请兰一座来跟我们分析 好 这个邮轮产业最近十年 开始从欧美流行到亚洲 那我的看法主要是因为欧美 连续发生了金融风暴 美国也有金融风暴 然后欧洲也有金融风暴 所以欧洲的失业率很高 相对的他们消费率也减低 所以整个邮轮的旅客市场 就慢慢的往亚洲来发展 那我们台湾在这个时候 刚好也站在这个低顺位的时间 掌握到这个商机 对台湾未来发展邮轮观光来讲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益 因为我们可以往东北角发展 也可以往东南亚发展 也可以往两岸发展 所以说邮轮产业可能会是 我们台湾下一个黄金产业 我们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 那要如何发展这个邮轮产业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 这个中央一定要松绑法令 因为你松绑法令以后 才能够解决航线跟签证的问题 这点我相信旅行社也好 还有邮轮的相关业者都很清楚 我们希望中央能够松绑法令 来解决航线跟签证的问题 那么基隆要如何来发展这个邮轮产业 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利用这个时间点 好好的发展国内航线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发展出所谓的国内航线 跳岛行程 跳岛行程 我觉得会非常的成功 因为这个可以解决 岛内观光这个塞车的大问题 现在只要连续假日 你看各县市的观光都大塞车 那将来如果能够把这个 岛内的这个邮轮观光 可以发展起来的话 将来就有一部分的人 他会选择做邮轮到各县市去旅游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发展 国内观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这一点也是需要中央修法来 来帮忙 因为依现行的法令 外国籍的邮轮是不能从事这种国内的行业 现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特许 那我很担心这个 这个疫情过后可能就不能这样跑了 那我希望国内航线我们要继续的去争取 那台湾未来就是国际航线跟国内航线 都要继续扩大的来去推动 那这个必须中央来支持 那对基隆市来讲 你要如何去继续 把这个邮轮的客人留在基隆消费 我们一直在商脑金 可是我觉得接下来基隆有两样东西 还是要赶快去争取 第一个就是市区型的轻轨捷运 第二个就是大型的购物中心 我这一次未来上这个节目 讨论这个题目 我在两个礼拜前 也特别去参加立新邮轮高雄首行 那么我到了高雄之后 我觉得高雄市未来发展 这个邮轮观光的条件 会比基隆更好 因为他们有轻轨捷运 他们有很多观光景点 最重要他们有很多的大型的商场 因为观光客来的 如果你没有一个大型的商场 让他去购物 让他去消费 那就很可惜了 你到小的观光景点去 一般观光客的消费力 不会展现出来 你只有到大商场的时候 大卖场的时候 才会刺激消费者去花钱买东西 所以基隆未来 一定要赶快去争取轻轨 市区型的轻轨 尤其是中正路这条线 我们现在的整个中正区 整个观光景点都开发完成 像大沙湾的一些古籍 都布建完成了 然后正兵地区 河滨岛地区 还有八斗子的海客馆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观光景点 可是如果你没有一个轻轨 这样的交通工具 来吸引观光客 来方便观光客来搭乘的话 我想观光客未必会选择 到这些景点去观光 所以我觉得基隆市应该 在这两个方面 赶快去规划跟争取 所以就是利用这个时段 好好地跳出来 把我们国内的 邮轮的导线 把它给确定好 然后也要中央 松绑一些法律问题 这样才可以解决 航线还有签证的问题 那当然基隆市政府 就要再加油 就是要大型的商场争取 然后还有我们的交通轻轨 这两个如果成功的话 基隆就会增加了 非常非常多的就业机会 那当然旅客也就会 留在基隆 那我们要请易珠 来跟我们分享 对 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大型的邮轮 如果带进来之后 我们通常都有搭过邮轮 到了譬如说 我们举一个 比我们最近的 就是日本也好 到那边之后 他们都会规划路线 让你选 你要去 ABCD 对 ABC套餐 那我刚好这次疫情的关系 然后我们所有的人 就好像是委出国一样 都在国内 在国内跳岛这样子 那他刚好这一次的疫情 暴露出几个缺点 就是说跳岛的这个套装行程 我觉得刚好是可以让我们 政府可以做一个改善 因为现在 光是应付我们国内的人口 就遇到这么多 很多人都跟我说 有什么病车 病桌 然后非常的没有品质 就是说我不是这一趟去 我就是病别团 那我觉得这个方面 我们各县 就是说我们离岛的那些 可以做好准备 来迎接更多的人潮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进来我们基隆之后 我们基隆 我有跟市长有建议过 之前市长 他的这个竞选支票是缆车 可是他后来说 因为要跨港 他有那个限制 所以说跨港缆车不可行 那现在我有跟他 总咨询的时候 我有跟市长建议 如果说跨港的缆车 不可行 那你可以做 例如从这个钢子疗砲台 到我们必杀鱼港 然后中华国小那边 算是中山区那边的 另外的一条缆车 就不要涉及跨港 我们可以在这个 就是景点区 来做一个跨港缆车 我觉得基隆市 是非常的需要一个特色 还有第三个 就是一个地标 比如说像 刚刚这个蓝议员有讲 他特地到高雄去 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可是基隆有做好准备 我不见得 因为他们来 我都不晓得说 留住他们一天 两天 他们要去哪里 他们没有一个 像甚至基隆市宇都 我都不觉得说 有哪一个这个地标 或者是哪一个代表性的 像那个 有伞也被什么美农拿去 我们也没有一个特色说 我到这个地标 我这个基隆到了 我希望就是说 市长能够就是票选出一个 就是说基隆 我到基隆了 比如说一个大雨伞也好 因为这次的这个中原季 不是有很多雨伞的意象 例如是这个样子 那第四个我也是希望大型的这个shopping mall 可以入住我们基隆 就是说到时候 无论是观光团 或者是邮轮带下来的一些观光客 能够就是不要一下子就被带到101 带到九份 带到台北、新北 可以留住在我们基隆消费 所以说刚好这次疫情 刚好也让我们这些跳岛的行程 能够凸显出来 然后也做各县市政府 然后可以做改进的空间 是 真的很重要 就是有我们的做好一些准备 像是缆车、地标、商场 这都是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那当然蓝毅座这边前一阵子到高雄 他们的规划就真的还蛮不错 对不对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高雄的轻轨 它是沿着高雄港 沿路使进高雄市区 那途中都会经过很多的景点 那这个是统一时代广场 非常有名的 那整个高雄的轻轨 它几乎是沿着高雄港的周边来行驶 一路往市区区 所以基隆也应该赶快来 争取市区区的轻轨 那过去 我们在张市长任内 就已经争取了这个轻轨 有三条线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往中正区的中正线 可以从火车站一直到海科馆 那这个是一条是往信义区 一条是往安乐区 那这三条如果同时争取的话 可能会很辛苦 那配我们的邮轮观光 我觉得我们应该赶快去 争取这个中正线 那这样就可以跟高雄不上上下 那这是我对基隆市政府的一个建议 没想到之前就有规划出 这样的轻轨路线了 等一下我们讲到轻轨 我们再好好来研究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看完这个观光路 就是要让基隆人民 可以在地就业 可以有很好的经济发展 那另外要带大家来关心的 就是我们的食品安全 要先带大家来看一段VCR 就是针对蔡英文总统宣布 要开放含瘦肉精的 美国猪肉进口仪式 国民党是提出了严重的抗议 针对蔡英文总统宣布 要开放含瘦肉精的 美国猪肉进口仪式 有话要求蔡英文总统 赖清德副总统 以及基隆市长林又昌 和民进党以及民进党立委 猪公们莫忘初衷 别忘了过去自己的主张 我们的蔡总统在还没当总统之前 他为了捍卫中华民国人民的健康 他带头来抗议我们马英九总统 不能把零检出的瘦肉精 进入到我们的国内 那今天反过来 我看他的年纪也不老 为什么会犯了这种不该犯的健忘症 实在是让国人很忧心 大家都听过一个很出名的广告词 叫做基金有赚有赔 使用钱请详阅公开说明书 那未来我们在吃猪肉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说猪肉有台有美 大口吃肉前请详阅风险说明书 我们的立法院在哪里 理论上像这样子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 立法院应该站起监督的角色 就是要呼吁全体台湾人民要站出来 反对蔡英文的错误政策 因为美猪美牛的进口 将影响到国人的健康 而且也会影响到我们猪龙的一个权益 他必须在立法院有完整的讨论 获得共识之后 而且宁定相关完整的配套 才能够来推动 很多这些掺杂灾情 我们真的没办法去把它分辨 忠实现在执政党有在阐述说 我们以后会标示得很清楚 能够罚款怎么样 现在很多厂商 事件不好的时候 它可以将心比心 我一定会用价格低廉的 成本低的美猪 来借口我这些商品 来推销给我所有的这些客户 民进党政府 你到底是爱台湾呢 还是你准备消灭台湾 那我也期待我们所有的猪龙 一定要强硬起来 因为今天不是只是为你猪龙的利益而已 今天是为整个国家国民的健康利益着想 也是为了这个国家能够永续生存着想 所以我们应该是中央有权可进口 那地方有权可禁售 所以我们应该要捍卫我们基隆市的食安问题 希望说市长您可以来履行 我们当初我们你自己订定的自治条例 让我们基隆市的人民市民们 不要被当作塑胶 国民党也在记者会上摆出早餐吐司肉片 汉堡肉 乳肉饭 猪肉罐头等等 强调一旦美猪进口 现在以台湾猪肉为主的餐食以及加工品 都可能被混杂比较便宜 但是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在里面 呼吁蔡总统 赖副总统 林又昌市长 以及民进党要重视维护全民的健康 真的这个议题真的吵得沸沸扬扬 1月1号就要正式进口吗 请蓝一座来跟我们分析 好我想食安问题 已经是属于国安等级了 我想我们任何的政治人物 都不能够用牺牲国人的健康 来作为或许政治的利益 我想台湾过去十年 曾经发生好几起重大的食安事件 2011年就发生了塑化剂的事件 2013年也发生了毒淀粉事件 2014更发生了劣质油品的事件 尤其2014年劣质油的事件 是鼎心集团造成的 他们的负责人现在也铛铛入狱了 影响所及我想造成台湾非常大的震撼 接下来萊克多巴胺的问题更严重了 这些都是黑心商人为了赚钱违法乱境 如果开放萊克多巴胺进口 那就是政府带头犯罪 我们看看民进党过去的时候 在野的时候是如何捍卫国民健康 如何反对美牛进口 如何反对萊克多巴胺进口 我们看到2012年民进党的立院党团 占据一场五天四夜 2009年蔡英文主席率领全党 发动了反毒牛大游行 那么2012年民进党的县市长 召开联合记者会坚持美牛瘦肉筋要领检出 那我们苏贞昌卸任行政院长之后 那么他也在他的脸书上特别PO文 我把它念给大家听 这是苏贞昌前院长讲的 在所有国家市政中 政府最必须严格把关 绝对不能放松的就是食品安全 政府禁用萊克多巴胺瘦肉筋 就是我在行政院长内内规定的 但这次政府决议开放瘦肉筋进口 毫不顾虑国民健康 完全违背政府应有的作为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 政府显然早已决定解禁 而罔顾多数专家的意见 也无视多数民众反对一意孤行 国民的健康无可取代 我呼吁国会要严格立法 地方政府应该制定更严格的规范 全体国民一起监督 共同捍卫自己的健康 苏贞昌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讲这样的话 卸任的时候 在野的时候他讲这个话 现在他又重新当上行政院长了 他现在的所作所为 跟他当年的说法 完全是背道而止 真的是换了位置 换了脑袋 我希望台湾人民要看清楚 我们民进党的正面目 那莱克多巴胺 到底吃的会不会对身体不好 其实很简单 现在的欧盟跟中国大陆是完全禁止的 如果莱克多巴胺吃的不会影响健康 欧盟跟中国大陆就不会禁止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全世界100多个国家 只有20几个国家开放 这20几个国家通通都是受到美国的威胁 没有办法 在经济上依赖人家太多 所以必须接受美国的压迫 那当然台湾也不例外 我想任何一个台湾总统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可是 马英九总统在位的时候 也仅仅开放30个月以下的牛肉进来 而且美猪是完全不进来的 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因为台湾人吃牛的比例比较少 养牛的农民也比较少 所以冲击会比较少 相对的养猪龙很多 而且台湾人都吃猪肉 而且我们吃内脏 所以我们对于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我们绝对不希望它能够进口 知名的毒物专家林杰良生前 就对瘦肉精十分的担心 他曾经在媒体上公开的说明 如果吃太多的瘦肉精 会对肝肾造成影响 尤其是三岁以下的小朋友 孕妇还有心血管疾病 肝肾疾病的患者 最好不要吃到瘦肉精 我想对于林杰良的意思 我们大家都非常敬重他 也非常相信他的专业 由此看来 莱克多巴胺如果进口到台湾 的确会伤害到国人健康 我们绝对不允许民进党政府 出而反而 讲一套做一套 换了位置换了脑袋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发展全民共识 来抵制民进党这种压霸式的行为 不能因为政治利益而牺牲台湾人民的健康 这是我第一个要表达的意见 不可以因为政治利益牺牲人民的健康 那他们那时候有时候估一下 就是根据那个数据 可能会影响到少数人 所以就大胆开放进口 我们要请何一哥来跟我们分享 在这里 我觉得说民进党他们可能有健忘症 都忘记自己有说过什么 等一下都有图围症 那刚刚小君你讲到说 多数人少数人 我这里有一个数据 他影响最多的是四大族群 第一个是老人 第二个是幼儿 第二个是孕妇 然后还有一个是三高疾病的 那我为了这个 我又去收集资料 这个国人三高有高血压的 大概占480万人 高血糖的230万人 高血脂500万人 这个年龄层就有分布了 因为现在他们的年纪越来越下降 这个是不包含的 然后再来 幼儿就是0到14岁 有290万人 然后他所谓的老人 就可能是65岁以上的 65岁以上的有370万人 那再接下来 我们妇女嘛 妇女 我们2300万人 当然是男生女生各占一半 那可是他是针对产妇 因为产妇吃最多的就是腰子 就是属于 美国人最不喜欢吃的内脏 现在我们现在就在把关 因为他所有的把关 像刚刚蓝议员有提到的 我们把关的比Codex 还要低 就是我们 他们比较严格 我们反而 我们在吃这些 萊猪的一些部位的时候 我觉得政府都没有在 严格的替我们把关 那刚刚我有讲过 换了座位换了脑袋 就是说 蔡英文蔡总统 你当时讲了什么 他在2009年的时候 就要求马英九 你坐不来你就下台 可是他在2020年 对于他自己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 政府也有完整的 这个时空背景不同了 这个也有完整的 这个风险评估措施 然后再来 马英九 他是以这个领导人 当时马英九 马英九他是这样子 跟马英九讲的 那马英九说 你现在换你当总统 那你是不是要郑重的道歉 那更好笑的是这个 陈其迈 他当时也是 他当时是 2012年他是担任立委 他当时高呼 受肉筋进口 就是要马英九下台 他们那时候 从上到下 民进党从上到下 就是要让马总统下台 那现在呢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要加入 国际组织 就要跟美国签订 这个贸易协定 然后我们就要遵守 国际的这个要点 就是要先 让我们的美足进口 所以说 这些人 他们都忘记了 包含了 当时的这个 郑文燦 潘孟安 还有那个 那当时的准主委 曹启宏 一样的 所以说他们 都忘记 他们当时讲了什么 时空背景 这个证据会说话 他们完完全全的 是被打脸 所以说我在这里 这个 我们 不要说 这个美租 进口的供防站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说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他们是带领 云林的租农 北上来抗议 2012年的时候 可是在现在 2020年的时候 居然剩下倒数不到 两个月的 现在是十月底 剩 两个月 在明年2021年1月1号 就要正式的来进口 情何以堪 他把我们 台湾人民的健康 放在哪里 所以说在这里 要很沉重的来呼吁 我们这个 蔡总统 拜托 我们这些 幼儿 他代谢的 这个 基础也不是很好 那第二个 我们产妇 吃最多的就是内脏 不要说 要吃33块 这个牛肉 200公克的牛肉 要连续吃5年 他的这个 毒素 才会爆发出来 千万不要这样讲 现在最爱吃这些 内脏的 包含了这个产妇 还有我们银法族 那这些都是 基础代谢率都比较差的 那这些毒素残留在我们 的这个人体 真的是很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像说 这个未来对我们这一代 还甚至我们下一代的健康 所带来的影响 那也有传说 就民众也特别有说过 就是美猪要换这个BTA 就是双边贸易协助 这样真的是换得到吗 我不认为换得到任何的 这种自由贸易的协定 因为这个 关系到这个贸易顺差 逆差的庞大利益 绝对不是 如果你要跟美国签订FTA 那你将来开放的东西绝对更多 这个大家一定 不要自己欺骗 我希望民进党政府 不要欺骗台湾老百姓 如果你真的有本事换到 国家重大的利益 你讲出来 或许我们能够支持你 那我在这边再次强调 蔡总统这一次用行政命令 而且是用这个 以时工环境变化 要作为美猪开放的理由 我想全台湾人民 没有人能够接受 那我们现在当务之急 我在这边呼吁全体市民 我们要捍卫我们自己的健康 要保护我们下一代子孙的健康 我们一定要要求立法机关 要求立法院各县制政府 一定要严格的立法 只有严格的立法 才能够杜绝 这个以后发生像 类似实案事件的问题 再次发生 可是我们很遗憾的 现在我们民进党政府 你看看 各县市政府 在这个2016年2017 2018 2019 也是过去的三年多 各地方县市议会 都已经制定了 这个受漏金零检出的自治条理 可是这两天行政院一直公文下来 要求各县市政府要修正 地方自治法里面的受漏金零检出的规定 否则明年开始就会自动无效 我想这个是严重冲击立法的精神 如果行政命令可以 行政命令 一张行政命令可以把地方自治条理 经过议会审议通过的 县市政府的自治条理给废掉 那地治法的精神就荡然无存 我想这个是严重违宪的 这点我要告诉市民朋友 请大家要支持我们在野党 反对民进党这样的作为 那严格立法是绝对必须要的 可是我们现在民进党又是两套标准 国民党已经在立法院提出了很多的保护措施 包括各级学校幼儿园 还有科学后照顾中心脱额中心 膳食禁用受漏金零检及加工品的提案 可是我们看到立法院里面大绿小绿的立委 全部反对把他给撤案了 我想这个回顾刚刚我讲的 苏生昌你过去讲什么 国民的健康无可取代 我呼吁国会要严格立法 地方政府要制定更严格的规判 这不是你行政院长当时讲的吗 你现在重新当行政院长了 为什么不这样做给老百姓看呢 你为什么不保护台湾人民的健康呢 这就是民进党可恶的一面 我希望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 这个时候在野党的势力比较弱 民进党完全执政完全阿把 如果人民的力量不站出来 我相信这个法案会通过 到时候受伤的就是 不是我们自己而已 我们的下一代都会受到残害 对所以可以看到这样子两相比对之后 真的是一定要有始有终我觉得 而且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那谈完我们这个实案安全 我们要来看 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的交通建设 针对金融市长林友昌对基隆轻轨 你国民党也有不同的 要轻轨更要台铁 要轻轨更要台铁 针对金融市长林友昌对基隆轨的最新说法 前立法人谢国梁协同多位国民党籍议员召开记者会 提出三项声明 强调要轻轨更要台铁 台铁金融站不应该被废除 林市长跟市府从上周的猛烈攻击到本周说交通部的规划不够完善也好随便你们说随便你们讲但是我们在这边表达我们严正的立场就是我们乐意争取基隆轻轨但是绝对不可以把台铁基隆总站给废除掉 初期的国民党及基隆市议员也都表达了相同立场 我们在这边反对这个轻轨进来 废掉这个台铁基隆站 如果今天轻轨要来要把台铁废除 我相信所有的基隆市民他不会同意的 如果我们花了100亿争取到的轻轨 没有让基隆的交通上班族更便捷的话 我想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没有将明星放在心里面 城市永远不会进步 用轻轨是要48班 将近50班的车辆才可以消化掉光基隆市区的 一万八千人 我们在说这个八堵七堵其他地方 这中间的12站根本站不下 谢国良跟邀请在台北市议会交通委员会担任召集人的台北市议员徐洪廷出席 徐洪廷强调 既用轻轨与刚通过还评的民生细子线有禁合关系 呼吁交通部不能轻忽 我换了名字给了你一个差不多的东西 连带的做到什么 连带的毁掉一个可能未来总经费高达800亿的捷运 总金额高达800亿的捷运 也间接的影响到了未来台北市新北市以及基隆 这三方所谓的区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谢国良等人最后也呼吁交通部与基隆市政府未来再进行任何规划 一定要公开透明并让市民共同参与决策 刚看到是我们的基隆轻轨 那时候再说进来的话台铁不进来 那现在已经升级了 我们的轻轨变成捷运了 我们要来请蓝一座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基隆捷运的命运真的是很坎坷 好我想我们要讨论基隆捷运 那我们必须从一开始争取的时候开始讲 我想我先就基隆争取捷运的过程 来简单的做个报告 那在张市长的第一个任期内 我们很明确的有了具体的一个方案 也争取到了成果 就是张通统市长任内 我们先争取市区型的轻轨 就是我刚刚有说的 就是这个图 当时我们总共争取了三条线 一条是往海克环方向 一条是往安乐区 一条是往信义区 这条红线就是往中正区的 那蓝线就是往信义区的 黄线就是往安乐区的 那当时我们争取轻轨主要就是要解决 市区塞车的问题 还有配合海科管的发展 那我们这个规划案有通过 也有具体的这个资料出来 到了第二任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了 民生细子线确定要延长到细子 所以张市长任内 赶快我们又积极的去推动 这个民生细子线 由细子延伸到我们基隆的百幅社区 那张市长任内 等于我们已经积极的在争取 轻轨跟捷运 轻轨的部分我们就叫它海线 那么台北军民生细子线的部分 我们就叫它三线 这个就是张总统任内 我们争取的三线跟海线捷运 那很遗憾的 这个民生细子线延伸到基隆的案子 已经获得马总统的支持 那也编了500万的规划会 那结果呢 这个规划会在送审议的时候 被民进党议员给挡下了 所以张总统任内 卸任之前都没有办法进行可行性的评估 好 这个是第一阶段 那么到了林市长上任之后 林市长一上任 我就赶快提案要求解冻 这个500万的规划会 交由林市长去规划 那很顺利的 民进党也不反对 因为市长是林友昌嘛 那这结算之后 林市长就去进入规划 我当时特别要求市长 你要两条线都规划 林市长一直希望走南港线 那我告诉他 可以 你要两条线都去评估 那 让交通部把报告做下来之后 我们再来尊重交通部专业的决定 可是林市长事后告诉我们 民生细子线延伸基隆不可行 所以就全力推动轻轨的南港线 也就是利用台铁的轨道来推动 好 那么 今年年初 我们才知道说 如果你基隆的轻轨捷印线 要彻底的贯彻下去的话 台铁就必须把基隆火车站给废掉 主要原因是八毒到基隆 根本没有路覆可以提供你轻轨来用 所以才引发轩然大波 那么就我的事后调查了解 其实市政府一直都知道 八毒账会废 因为八毒到基隆 台铁根本没有办法克服 这个路覆不够的问题 他一直在隐瞒我们 一直到媒体报道之后 才引发轩然大波 为了这个事 就是我们国民党团联系召开了好几次的记者会 终于让民众也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 因为民意的压力越来越大 才迫使民族商轻轨的建设来转弯 那么从轻轨的转弯 我们就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蔡同同一上任 就推出八年八千八百亿的特别预算 其中有四千多亿要做所谓的轨道建设 那轨道建设也在去年被国安会减半了 预算可以这样编了吗 当时柯文哲市长就出来批评说 民进党这样乱花钱不行的 你没有任何的计划怎么可以编预算呢 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证明 柯市长的看法是正确的 那我们从轻轨又提升为中运量的轨道 也证明一件事情 林市长的轻轨规划是不可行的 是错误的 民进党应该先道歉 好 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 财政问题 林市长当时推动的是八十亿的基隆轻轨 各位市民朋友你们知道吗 他们现在重新要把轻轨升级之后 总预算要变四百亿 从八十到四百亿 这是什么样的财务概念 一家公司可以这样搞的吗 国家的预算可以这样搞的吗 所以我非常担心这个政策将来还会生变 因为民进党根本没有做好财务规划 他们这样的预算编列完全没有财政纪律 我相信没有一个民主国家能够隆起执政党这样乱花钱的 这个是大家要共同去省思的 这是我目前对于基隆捷运简单的做个分析 让市民朋友能够来了解 是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捷运其实争取 轻轨那时候也在争取 那我们是知道何一座这边 对 我那个蓝远远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只是稍作补充 那时候张通隆张前市长 他有规划就是三线海线 那您知道那时候 这个交通部是以什么理由把它拨回的吗 他说 自肠率偏低 低点 第二点 酝量不足 那时候交通部给我们基隆的回复是这样 好 那我简单的再带一下 就是说 其实在民国80年的时候 台北市捷运局 他也有做过可行性评估 就是捷运延伸到基隆 然后 刚刚蓝远远讲的就是民国90年的时候 这个基隆市自己也有置办 这个基隆到南港的可行性评估 然后那时候就是被民进党团挡下来之后 然后蓝远远还有几个我们党团的议员 然后就是赶快就是恢复 然后才让98年台北市捷运局又重办了一次 台北到基隆的这个可行性评估 那大家都知道说要盖一条捷运要花这么多钱 那大家会从几个面向去想 第一个到底要不要盖 第二个如果盖了路线要怎么定 那第三个到底要花多少钱 然后第四个会带来什么效应 那所以说刚刚的结论就是我跟蓝远远是蛮像的 其实我们是比较像就是说把铁路优化 再搭配清轨运输 就是搭配我们之前规划的三线海线 中正区的整个的 那个板子借我一下 就是搭配整个我们这个中正区的这个路线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基隆历史的一个什么大沙湾炮台 还有我们必杀鱼港 还有整个的海科馆 这整条线 这就是如果说可以把我们这个把铁路捷运化之后 再搭配我们这个室内的这个轻轨 我觉得这样反而比较有效应 没有说同时把当时要送一个大礼 他一上任之后就说推出了基隆轻轨 然后北宜高铁 然后高铁南沿 他前瞻计划就推出了八年八千八百亿 在铁道计划就四千两百亿了 然后又送到国发会的时候 又被大砍了只剩下一千多亿 其实媒体记者都在笑说 那个蔡英文的这个跳票都是你们国民党把它唱衰掉 其实聪明人都知道 专家学者都知道 其实这是完全不可行的 也是不可不可能的任务 八十一亿现在马上又送你一个基隆捷运四百亿 这是要全民买单 不是说你一个人说了就算 而且刚刚我只讲到可行性评估 从八十年民国八十年到现在 讲了几年了 大家都说二十年三十年都还在讲可行性评估 我们除了做可行性评估之后 还要再继续做综合规划 还要施工前作业 那你可行性评估里面有包含了整个的土地的开发 增收还有风险评估 那第二阶段才能走到综合的规划 就是说你详细的路线都规划出来之后 然后还要再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环境的整体的影响评估 那第三个就是等于说你细部计划都做好了 你钱都到位了 那你还要在逐年的设计发包 不是大家想一想天马行空说到哪里做到哪里 那我真的觉得说真的是这个叫什么裁判兼求援吗 我可以说交通部是这样吗 你交通部应该是要把各县市你需要的交通建设 你要做个评估 而不是你林嘉隆你自己亲自跳下来还加码 我真的是觉得说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 不是啊你是要去评估各个县市提出个所有的计划 而不是说啊我就知道现在怎么轻轨不行 我就送你一个基隆捷运 那我现在会让我觉得说每两年就选举一次 那我就觉得说台铁铁道局真的很可怜 他现在是不是变成支票局啊 那我们交通部是不是也可以叫做背书部啊 所以说我觉得说我们各位这个好朋友 真的不是想说捷运来捷运来就好了 我们是要符合符合所有人民的需求 要搭配因为我们基隆真的从我们基隆这个铁道已经71年了 我们基隆市对外的这个一条火车多条的这个客运 两条国道还有一条省道 这是我们基隆对外的一个出去进来的一个道路一个通路 那因为基隆市是95%都是这个丘陵的地形 所以说会让人家一直觉得说我们的这个是不是都很集中 然后也过度开发 然后我们的城市整个都非常的老旧 所以说我们必须都要到外縣市去谋生 那去谋生之后 我们大概有16万人口要到新北或者是台北市去 那大家有没有算过 我们搭这个客运的有多少 16% 我们搭火车的有18% 那我们私人开轿车的有66%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花了400亿要来做这个基隆捷运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可以让66%自己开车的可以降到几% 小军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告诉你好不好 专家学者评估可能只降低5%而已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本来搭火车的人 你跑去搭捷运 你原本的你的属性就是这样 你譬如说我在南京东路上班的 我当然都是坐公路局嘛 对不对 我本来就是坐公路局 那你现在我搭火车的 好你现在有捷运 多一种选择 我们不是拒绝这个大宗教宗工具在基隆建设 不是 而是说你不要任意的浪费公堂 我本来搭火车我现在多一个搭捷运 对不对 那你现在 我刚刚讲了 16%搭公路局 18%搭火车 顶多多5%去搭捷运 那你还是一样占6成 你还是60%的 一样是开私人轿车 所以说你多了这5% 你要花400亿来做这个基隆捷运吗 其实我是觉得说支票不要乱开 你要看我们基隆人到底需要什么 就是看基隆人需要什么嘛 就是帮大家的荷包把关 那刚才有说到我们的那个捷运升级了嘛 那在这一次的市议会 大家第一题就直接问市长 会不会再套票 就是市长是拍胸脯保证 不会套票 是 市长虽然有保证 那我还是很担心 那我想我们过去的就不要去再探讨了 已经也来不及改变了 那未来要怎么走怎么争取 而是我们现在当下的事情 那我个人觉得真正基隆需要的绝运政策只有一条 就是把民生细子线延伸到基隆 过去张东隆规划的 马总隆支持的 你们民进党说不行 现在为了掩盖你们轻轨规划错误的政策 你现在告诉我民生细子线延伸基隆 你们要做了 既然要做 我们就先把这条做完就好 至于林市长讲的 用南港台铁这条线 因为要三四百亿的经费 我觉得我们可以暂缓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我们这几年 已经推动了所谓的快捷公车 其实也已经舒缓了很多的交通流量 如果说还不够 我觉得快捷公车可以增加班子 这个部分一直行政命令 只要有市场 公车单位都会配合 民营业子都会配合 你不需要花三四百亿去搞 林秀昌所规划的轻轨捷运 因为你占用台铁的轨道 基本上对酝酿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这是最简单的数学原理 你要让台北基隆的交通 能够获得舒缓 你应该是另一条路线 才能够让基隆的市民多一个选择 你把原来铁路的路线 你把它减一条两条下来 给你的捷运 这个对总体的酝酿没有改变 这是最简单的ABC问题 我希望市民朋友 如果你有懂的话 希望你能够站出来支持我们这样的论点 毕竟现在我们是在野党 民进党很清楚 他也不太了解在野党的反对 当议会监督力量不够的时候 就是要请市民朋友你们自己站出来 所以我对基隆未来的捷运政策 第一个走到这个地步了 既然民进长也同意民生细时限延伸基隆 那我们先做这一条 这一条的经费 他们目前估计是只要75亿就好 那么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轻轨捷运 也就是我刚刚有报告的 在张中宏市长内内 我们规划的三条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争取中正线 这个刚好可以配合邮人观光的发展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希望市政府能够把我的意见听进去 暂缓南港线的推动 把经费省下来 拿一部分来争取中正线 一方面配合我们的邮人观光 一方面可以疏解中正区塞车的问题 当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其实这三条线都可以 就要去规划 这是真正解决基隆市市内交通 塞车最好的办法 以上是我的看法跟建议 是 最后一分钟 好 我也是赞同就是延伸民生细子线 我们从我一般来讲 从基隆到台北 他们搭台铁只要45分钟 41块钱 那现在变成捷运的话 可能要一个小时 然后更贵 现在票价还没有出来还不知道 所以说一般人还是会选择台铁 所以说在这里我也是要建议 这个以最小的建设的经费 就是延伸民生细子线到基隆之后 再搭配轻轨 就是刚刚蓝议员讲的 我们有三线海线 先发展中正区的系统 然后或者是说公车捷运BRT也可以 现在就是说把那个做捷运到基隆站之后 再连结到各个社区每个点 这样子不仅可以就是说 不会造成就是说市区的一个交通拥塞以外 也可以让我们这个带动我们整个的观光游戏 那我在这里还是有四点的建议 就是说希望这个台铁配合捷运化 然后争取沿线的发展 在潜力的点来设点 第一个就是发展潜力来设点 第二个在这个尖峰四到五分钟 增列直达车 第三点就是借由这个基隆捷运的这个系统 来改善我们基隆市的这个市容 摆脱我们长期以来脏乱的一个 给人家的一个感觉 那第四个就是针对公路客运 转成后车停的重新检讨改善 然后接驳的设计把它设计好之后 一定会解决交通的瓶颈 以上四点的建议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艺座 来到我们节目线上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宝贵的意见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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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下次见到这个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除财 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两百元就可以了 两百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